2019北京试园会将于4月29号至10月7号举办 24号记得从国心办获悉 北京试园会园区工程建设部展工作现已全面完成 目前中国馆、国际馆、生活体验馆、植物馆等主要场馆部展工作全面完成 归瑞剧场、永宁阁、配套服务建筑等公共景观区域的主要建筑 以及园区、桥灌木种植、地备花卉的布置已经全部完成 据介绍,北京试园会共有110个官方参展者和120余个非官方参展者确认参展 围绕绿色生活美丽家园主题 北京试园会将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近2500场 既有开幕式、开园活动、中国馆日、闭幕式等规模较大的活动 也有国家日、荣誉日、省区市日、花车巡游等世界民族民间文化会税的特色活动 还有专业论坛、国际竞赛等园医专业活动 宣言会上,中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同台亮相 以香港展员为例,它的主题为对比城市 把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民众对田园、对农村生活方式的向往进行的对比 很好的探索了将外部环境与整个城市体系融入的可能性 在这次香港展员最突出的特点 它就是要把这些可实性的植物 种植到城市里头去 让城市与乡村、与农耕得到完美的融合 这也是一个大胆的常识 就是种植的实用植物 这高密度的城市的可行性 也体现自然、农耕这种自然价值